当地时间2月27日 乌克兰已经陷入了绝境中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乌克兰为了抵挡住俄罗斯的军队进攻 现在正在使用一种国际上明令禁止的武器 该武器号称地狱之火 反人类武器 它就是白鳞弹 目前乌克兰正在大规模地使用填满林的弹药 使用的是BM-21式冰雹 火箭炮弹 它是前苏联的产物 白鳞弹究竟有多厉害呢 要说人类发明最恐怖的武器 那它就非白鳞弹莫属了 它是以白鳞为主要的燃烧剂 白鳞它具有很多特性 比如燃烧性强 刺激性大 以及燃烧点低 一旦触碰氧气就会燃烧 而且在这当中 它还会释放出黄色的火焰 以及浓烈的烟雾 难以燃烧的物体 在它的面前都能燃烧 并且它的温度可以达到1000摄氏度以上 细菌在它面前都直接消失了 更何况所有的生物体呢 你可别小看它 它的燃烧温度非常的高 可以把人的软组织烧尽 更是深入到骨头当中 可以说在二战中 美国就曾经使用过白鳞弹武器 对付日本人 在当时的该武器一夜之间 夺走了20多万人的性命 在当时 日本人宁愿切腹自尽 也不想被白鳞弹折磨致死 就连在海湾战争中 攻打伊拉克的时候 美国与英国也使用过白鳞弹 可以说白鳞弹 它不仅仅是弹药那么简单 因为它作为燃烧弹使用的话 不仅威力恐怖 更是对人们的身体 以及心理造成严重的创伤 真的是疼得死去活来 一旦在战场上被白鳞弹沾染 几乎没有任何办法 可以治愈它的疼痛 直接烧穿皮肉 除非是什么 把沾上白鳞弹的皮肤割了 可想而知这种疼痛 一般人是真的无法忍受的 可以说一到战场 遇到了白鳞弹的话 那么就是无解的 它的死亡率高达了99%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被国际严厉禁止使用 白鳞是什么 它是一种易自然的物质 招火点为40摄氏度 有毒 如果我们人类一旦误服白鳞后 那么将会导致胃肠道刺激腐蚀症状 甚至还会全身出血 以及循环系统衰竭等而致死 并且它的剂量都不需要很大 只要15毫克就会中毒 50毫克的话 那就直接致死 白鳞弹在爆炸 是不仅仅是它的威力大 就连它的烟雾也有毒 白鳞弹在爆炸时 它就像流星一样砸到地面上 并且向四周散步 就算你没在这个范围内 你也没有办法存活 虽然看着它在天空中像烟火 但是它浑身透露着危险 它的气味比催泪弹还厉害 非常的难闻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会很容易把人逼出来 白鳞弹是在什么时候被禁止的呢 在1980年 联合国常规武器公约中 将其列为违禁武器 但是现在呢 乌克兰却使用了白鳞弹 这不禁让我们为俄罗斯捏一把汗 在战场上被白鳞弹击中 到底该如何自救呢 就在上面我所说的割肉 范围不是很大的话 你可以选择用匕首割掉一块肉 并且还要及时处理 要不然真的很难救火 有人称附近有水源 可以立即采取行动 跳济水中隔举氧气 这样的话白鳞就无法预氧燃烧了 但你认为这是正确的方法吗 不 水电解之后会产生氢气和氧气 它们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变得非常的活泼 如果你跳入水中 就会加大它的伤害 可以说最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用沙土覆灭 因为白鳞的燃点很低 很容易复燃的 所以一定要采取最准确的方法 可以说只要能隔绝氧气以及水 那么它就可以使用该方法 但是呢 它还是会有剧毒的 所以说战争是最无情的 当它到来的时候最无辜的就是百姓们 为何就被逼到如此绝境呢 还是有人在中间作梗 所以不管是什么原因 应当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不要为了眼前的杀戮而蒙蔽了双眼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所以不要为了一时的冲动 而让百姓们陷入危险之中 目前都已经通过卫星 我们看到了 哥斯托梅尔安东诺夫机场 周围燃烧的就是白鳞蛋 并且形成了大量的烟雾 真的是 不管从哪个角度都能看出 乌克兰现在已经陷入了绝境当中 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 都想要使用禁止的武器 那么双方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件事情呢 还是要等相关的人员报道 但是我还是非常的希望 他们能握手言和 因为他们两个在以前都是兄弟 而且都是从前苏联解体而来的 不单单是这一点 为了百姓们的生活以及安全 他们也一定会握手言和的 其实没有什么绝境 就算有绝境 那也会走出来的 车到山前必有路 知错能改 善莫打烟 所以只要双方停止交战 那么百姓们才会有个安全的家 再也不用颠沛流离了 不用每天担惊受怕 再也不用流浪了 因为我们都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在一个和平的年代 唯有世界和平 人们才能安全